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塔利班发布公开信催美国撤军 称增兵是自我毁灭 法籍糕点师在华被拘 家属请政府介入 据法新社8月16日报道 此前位于上海武康路的法国面包连锁店 应使用过期面粉被警察查处 法国老板不在中国 但警方关押了店里的法国籍糕点师 至今已长达5个月 最近 糕点师的家人通知多家媒体并在网上发起倡议 呼吁解救他 法国外交部表态称一直十分关注事态发展 在请约网站上发布的一条倡议介绍 涉案糕点师名叫La Rhone 今年48岁 是诺曼底大屈人 2016年12月前往中国上海这家法国面包店工作 这家面包店在上海口碑非常好 曾被多篇美食文章评为上海不可错过的超人气面包店 当地媒体介绍说 武康路这一家糕点店 一天就要卖掉超过1000只羊角面包 法国外交部回应称 自从3月份他在上海被居 法国政府便十分关注事件的发展 法国驻上海领馆工作人员同中方联系密切 以便更好的追踪案件的司法进程 外交部还补充说 自从他被关押 使馆人员供去探访了他5次 最近一次探访是在7月26号 外交部在巴黎和上海的工作人员 同他的家人也保持密切联系 随时向他们通报案件进展 La Rhone 在店里也曾抱怨过卫生条件 但负责人未听从他的意见 面包店一名前雇员在社交网络爆料后处卫生环境堪忧 称3月5号以过期的面粉仍在使用 引发网友强烈反应 因为面包店死前一直强调 正是因为面粉质量优良才导致面包价格有点贵 3月20号 徐汇区市场监管部门到店里查看 发现他们使用过期的面粉 8名工作人员包括7个中国人和La Rhone当场被捕 3月23号起被行政关押 逮捕行动发生时 面包店老板不在中国 La Rhone家人的请愿书写道 我们希望法国政府介入 要求他能够立即被释放 请愿书也是直接写给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外交部长乐德里扬的 新法社试图联系上海方面的相关机构 但没有成功 高点区的兄弟大卫介绍说 然后在监索的生活条件很差 被关押初期甚至没有床也没有椅子 她的妈妈Jenny说 中国相关部门准许后 儿子在狱中可以给家人写信交流 她说根据这个企业的营业额计算 她面临1到15年的判刑 而她只是一个雇员而已 上海日报4月28号一篇文章称 蓝昊是面包店的生产总监 和她一起正式被捕的还有三个中国级工作人员 瑞士间谍在德国安排线人遭起诉 为了打击本国公民税务欺诈 德国会购买瑞士银行客户资料 相反瑞士方面也想知道 德国这些税务稽查人员身份 于是就有了这场被瑞士媒体称为 瑞德版无奸道的年度大戏 德国之声报道 位于德国卡尔斯鲁厄的联邦检查局 8月16号宣布起诉54岁的瑞士人Daniel 该男子被指控在2011年7月和2015年2月间 窃取北威州金融机构的信息 检察官认为 他受命于瑞士情报机构 任务是完成一份包含 德国税务稽查人员姓名及个人数据的清单 由此瑞士有关部门 就有可能识别参与购买瑞士银行数据的 德国税务稽查人员身份份 此外 Daniel还被指在德国金融机构里 安排了一名线人 但是目前这名线人的身份还不得而知 Daniel于4月28号在法兰克福被捕 之后受到拘留审查 本周 据南德意志报 北德意志电台和西德意志电台 引述可靠消息原称 德国联邦检察院正在对另外三名 涉嫌对德国进行间谍活动的 瑞士情报人员进行调查 联邦总检察长没有回应采访的请求 这三人的身份尚不得而知 据2006年1月以来 德国多个联邦州购买了来自瑞士 列支敦士登的窃取所得 涉嫌逃税者的银行客户信息光盘 特别是北威州 过去多次购买包含涉嫌逃税人员数据的光盘 有时花费数百万欧元 北威州财政部称 截至2015年中透过此举成功追缴超过18亿欧元的偷税漏税及罚款 瑞士媒体瑞士资讯5月将这名54岁的瑞士嫌疑犯在德被捕称作是瑞德版无奸道的年度大戏 该网站报道称 瑞士议会监督部门的负责人亚利克斯表示 在过去数年间 该名嫌犯曾多次先后成为瑞士政府机关议论的目标人物 瑞士资讯指出 该嫌犯据称曾在瑞士警方任职 后跳槽至一家瑞士大型银行担任安全部门职员 还有报道称 他长期作为外援 为瑞士联邦情报局工作 亚利克斯特别强调 即使该嫌犯确实是在瑞士情报局授权委托下 对德国税务稽查人员进行调查 那么他在具体从事间谍刺探行动期间 或许也曾私自行动 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 美军参联会主席访华减少误判判合作 中心社报道 房峰辉表示 中国军队愿与美方共同努力 加强战略沟通 增进战略互信 深化务势合作 妥处矛盾分歧 有效管控风险 推动两军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成为两国关系重要稳定因素 邓福德表示 两军要建立并发挥沟通协调机制的作用 增进户信 减少误判和摩擦 双方应创造一切机会 深化合作交流 建设性地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 朝着户信 互动和合作的方向努力 中国国防部消息称 就在防风辉与邓福德会面的第二天 北部战区司令员宋普选与邓福德举行了会面 宋普选重申了中方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的原则立场 强调解决朝鲜半岛和问题 要坚持对话谈判 政治解决 邓福德表示 中美两军应在各个阶层加强沟通 开展合作 以不断积累互信 减少误判 推动两军关系在更多领域取得务实成果 在防风辉与邓福德的见面中 双方还共同签署了 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框架文件 该文件是两军在军队指挥系统层面签署的第一份对话机制框架文件 中国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研究中心原主任姚云竹少将表示 过去两军联合参谋部之间没有一个对话机制 这次签署了一个对话机制框架文件 说明两军参谋部确定进行机制性的对话 一些对话议题 级别等细节方面 接下来会进行细化 姚云竹表示 首次对话的具体议题还没有公布 应该包括两军之间的话题 以及周边地区局势问题 尤其是东南亚 台湾和南海等热点问题 可能会成为重要议题 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框架文件签署之后 中美两军多了一个机制性的沟通渠道 有助于两方管控危机 减少战略误判 北京央光网报道 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主任赵小卓表示 基于中美两国的安全利益 双方在安全领域存在台海 南海等一系列问题 并由于中国崛起的势头 及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军事部署而长期存在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两军一定要进入军事对峙 或者军事冲突的通道 随着沟通机制和管道越来越多 覆盖面越来越全 中美关系将更去成熟 朝着一个更加稳定 健康 积极的方向发展 今年4月7号 中美援手进行海湖庄园会晤时 同意加强两军交往 习近平指出 两军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6月22号 冯丰辉曾与邓福德在中美首轮外交安全对话期间会面 今年11月 两军联合参谋部将举行首次对话 路透社报道 邓福德表示 美中之间有很多问题 双方在这些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 但双方都承诺去克服他们 路透社对此评论 尽管中国对美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计划 以及对台受武器感到愤怒 美国则对中国空军拦截美军机 以及军队现代化的雄心感到忧虑 但两国人表示将致力于维持稳定的军事关系 美国国防部网站报道 这是邓福德首次以参联会主席的身份访问中国 他表示 此访主要目的将是持续发展两军关系 减少在地区事务中发生误判的风险 并把握合作机会 他说 此次凹险美方有意进一步发展美中两军关系 第三届世界浙商高峰论坛 于8月17号在广州举行 浙江商会总会会长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出席 并发表演讲 马云表示 国家的稳定 政治的稳定 是中国企业家的先天优势 马云称 浙商之所以团结在一起 不仅仅是因为来自同一个家乡 而是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 他把这种价值观概括为 永不停止创新 永远坚持努力 不断拼搏 过去企业家的成功 只要抓住一次两次的机会 甚至只要抓住社会发展中的漏洞 就能够赚钱 但进入21世纪 你必须去担当社会的责任 你必须去解决社会的问题 你解决社会问题越大 你的企业做得越大 你解决的问题越小 你的企业可能做得越小 他特别强调 当下是中国企业营商最好的时代 这几年我去了很多的国家和地区 给我最大的感受之一 就是中国的稳定是重要的经商环境 如果说跟其他企业竞争的话 国家的稳定 政治的稳定 是中国企业家的先天优势 国家和政治稳定 是中国企业家先天优势 马云称 从长江三角洲来到珠江三角洲 加起来是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全球制造业的半壁江山 广州和浙江现在是世界上最有活力 营商最好 人才最密集 资金最密集 房价不是最高 但是经济条件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 广州和浙江发展的好 除了我们的四千精神以外 我们希望两地政府 能够继续一如既往的支持民营经济 支持营商环境和经销环境 广东和浙江有现在的地位 是因为几十年前 我们的前辈们有前瞻的眼光 我们能够在多数人 还没有看见的情况下 大胆去试 大胆去创财 才有今天的 广州和浙江是传统工业 制造业的基地 但未来是未来制造业的基地 这就是要看我们这一代的人 如何把握技术优势 如何把握变革优势 如何把握一带一路的优势 如何把握创新的优势 如何利用好年轻人 这才是我们企业家 共同面临的巨大的机会 塔利班发布公开信 催美国撤军 称增兵是自我毁灭 据美联社15号报道 这封用英语说写的长信 由塔利班发言人穆扎西德 发给新闻记者 共1600字 信件内容杂乱无章 英国路透社16号称 塔利班在信中告诉特朗普 阿富汗的战况 比你了解的要糟糕得多 增派军队是自我毁灭 之前的经验表明 增兵的结果就是摧毁美国军队 也许还有经济 一名塔利班高层人士 对路透社称 做出直接向特朗普喊话 这一罕见决之时 正值美国重新审视 该国在阿富汗战略之际 路透社称 该组织在信中谄媚地 对特朗普说 我们注意到 你已经认识到你的前任犯下的错误 并且下决心彻底重新考虑 你们的阿富汗政策 塔利班认为 特朗普不该将阿富汗政策的控制权 交由美国军方 而应该宣布撤兵 不再增加部队 五角大楼此前建议 增派4000人 以扩大对阿富汗军队的培训 和支持反恐行动 不过该提议在白宫受阻 目前 美国在阿富汗驻军人数 大约是8400人 塔利班还在信中批评阿富汗政府说谎 因为他们给华盛顿展现了在阿军事存在的美好景象 塔利班称 一些好战的阿富汗国会议员和将领 将向你们施压 要求延长在阿富汗的战争 因为他们希望保持军事特权 塔利班认为 美军16年的存在 没有让阿富汗更加稳定 路透社称 一些塔利班头领并不同意公布这封禁 他们认为该组织即将按照自己的方式终结这场战争 而美国人已不再处于打这场战争的有力地位 一名塔利班高层人士说 如果美军撤走 他们就会跟美国讨论所有可以给阿富汗带来和平的选项 美国国务院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 此前 俄罗斯外交部也呼吁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俄罗斯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司长卡布洛夫14日 在接受消息报采访时表示 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失败了 而莫斯科并不认为美国在阿富汗驻军有意义 莫斯科从未催促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但是 鉴于美军什么都做不了 那就让他们撤出吧 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失败了 阿富汗可能成为国际恐怖组织的温床 事实上 该国已经部分是这样的了 阿富汗对美国而言只是殖民地 俄罗斯观点报15号报道称 这是俄罗斯首次要求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这表明俄罗斯开始改变对阿富汗问题的立场